说起东野龟吾相信爱看悬疑推理小说的朋友都对吉尔淑能详 他在33年的时间里出版作品九十余部 几乎拿遍了日本文坛的所有大奖 是当时无愧的推理大师 在东野龟吾的小说序列里 除了白夜行贤疑人X的现身解忧杂货店 这些广受追捧的作品外 还有一个连更三十年的系列推理作品 加贺宫一郎系列 从1986年一史到今年该系列最后一个故事的电影版出现 这个系列终于在2018年正式落下了帷幕 这部收官之作就是祈祷落幕时这部电影的反响还不错 我们国内豆瓣评分有8.2分 好于79%的剧情片 1983年 田岛百合子因抑郁正抛下年仅十岁的儿子 加贺宫一郎阿波宽氏 到仙台当了一个陪酒女 在仙台他有了一个对他很好的情人棉布俊一 2001年 百合子因新衰而死 男主角加贺宫一郎和母亲 分别了整整18年 直到母亲临终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于是为了了解母亲离开他后的生活 加贺想找他母亲的情人棉布俊一 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 好像人间蒸发了 而母亲的遗物里有一本很奇怪的每个月 都写着不同侨名的挂地 2017年 李百合子去世已经16年 加贺为了寻找棉布 已经在东京日本侨警署当了16年的骗警 此时在东京的一间小公寓内出现了一具极度腐败的女士 死者是一名保洁公司的销售人员 平时住在离东京很远的眼根室 前方高能提醒 害怕的同学请闭眼 在这个房间里留有一本日历 和当年百合子遗物里的挂离一样 写满了桥的名字 这起案件由加贺的表弟松公警官负责 松公警官发现 鸭骨案与前几日的流浪汉纵火烧 实案有许多类似之处 经过调查后上级决定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调查 随着调查深入 警方查清了鸭骨前往东京 是为了去拜访自己的初中同学 著名舞台剧导演前居博美 鸭骨之所以要见博美 一是告诉博美 她在厌根室遇见了博美的母亲 二是顺便看一场博美导演的舞台剧 博美的母亲在三十年 前以丈夫的名义 借了一大笔巨款 随后抛弃了博美妇女 这使其妇女俩过上了逃亡生活 松公找到博美时 意外在她家的照片里 发现了博美和表哥家贺的合照至此 三个事件的基础轮廓已经显露 重若无辜的潜居 博美其实和案中的所有人都有关联 三个看似不相关的案子 也因她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部电影那部局十分巧妙 本片一开场就设置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谜语 利用这个谜语 将片中大量的人物依次介绍出场 同时也在不断的向观众抛出各种问题 日历上的十二个侨宁是什么意思 丫谷到底是谁所杀 棉布为什么人间消失 博美 加克 棉布三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又一个谜题 使得观众不知不觉 就被片中的离情案件 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但是将案件营造的十分曲折迷离 并不是东野归吾的最终目的 东野归吾的创作风格一向都是 在黑暗中留有一丝光芒 表面上开始扑朔迷离的案件 内里却是或亲情或友情或爱情 带来的温暖与感动 一场关于守护的悲剧 女儿的成长 恰是父亲的罪孽 等你有一天不再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悄悄的消失 抛开暗线那里的人性光辉 这部电影的演员卡斯阵容也很强大 除了主演的阿布宽和松岛蔡太子 还有小日向文史 阿布宽和松岛蔡太子的演技 如何表妹不用多说 大家也都知道 剧中他们俩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不过表妹觉得这次小日向大叔 在版片中的表现堪称完美 小日向用他内部温不火 是的演技 让电影在后半部分不断高能 光芒甚至盖过了两位主演 小日向的一个转身 就能让人体会到身为父亲 却无法带给女儿幸福的那种无力沧桑感 得知女儿有了梦想后又开心又害怕的感觉 两种情绪在他一笑一镜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也正是因为小日向出神入化的演绎 让表妹在片子的后半部分哭成了狗 哪怕知道这时导演在强行煽情也没忍住 极为催泪 本片不举巧妙推理证明 只是缺点还是很明显